我覺得這個 對 妳都畫大差差 灰舞藍色彩帶 滿滿運動元素出現在鏡頭前 呼應2024巴黎奧運的巧思 女星曾佩慈受到邀請 成為網路節目封面策展人物 被問到平常都做什麼運動 曾佩慈這樣說 最近還是偏向比如說 走路 走長時間的走路 還有 怎麼辦這講很老人耶 超慢跑 但是這兩年 對 因為我很想追劇嘛 那你就一直在家講講講 對 認為運動最重要的 就是要打好基礎 聆聽身體的需求 同時也透露自己最喜歡的運動員 是舉重女神郭信淳 我覺得郭信淳 對 她是 就妳會很想要 因為都是女生嘛 然後我又覺得她整個人 其實有時候看她的訪問 都覺得她其實很可愛 曾佩慈用可愛的笑容 幫郭信淳以及奧運選手們加油 而自己也會朝著 新的目標向前邁進 我今年其實 因為也是有一個新的開始 那跟現在的公司合作 我自己都很期待 音樂上也可以有更多的突破 希望可以重新塑形 帶給大家耳目一新 卻又不陌生的曾佩慈 也讓自己更加的發光發熱 TVBS新聞莊情人王新唐審視後 台北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